客户鄉、偏偏、昌華、倒露的水狗館和電線 這支是一載都團吃比頭客的經營 包括到本市、流高、柴南、郵西頂頂的市業村 都已經團吃在場 不像公司已經報警來處理 當時該用比較沒價值的債券 來添補比頭客的水狗館 不過這支有七十多歲的老伯 實在是很熟悉的 他在車上隨時都放一支鐵軍 準備報名要來料菜 阿嬤我看到了 我做美麗的外面就斷拍下去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阿他就要做餐 那是含電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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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多歲老伯 拿了一支鐵軍 大聲由氣氛在車上發揮 因為近年客戶向來 偏偏餐餅的道路水狗含含電線 是他才團出比賽的經營 民眾是好心 果然拿機子來吵駛 要拿車用路人注意 因為水狗會吵到 要含人差不多完 這樣就要看六千 四五千 像四秋八千 那咬過了 這咬過了 這咬過了 膝蓋都回來了 膝蓋都回來了 和面都過了 都全身了 客戶向公司表示 到目前包括到本廚 六高 柴南和油水川頂 都有團出災情 總結已經超過30元的水狗 我看比賽 而且數量是一災情家 這咬過了 這咬過了 我前進騎車來損 我這咬過了 重案室補 補了 已經兩塊而已 這兩塊而已 我們說六塊 現在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來 現在看 變成多七塊 不然是水狗掛 甚至連電線也比賽 整整超過兩百米以上 不過經過了解 拿水狗掛去賣 一塊大概賣兩百塊 但公授受 一塊水狗掛 需要兩千多塊 這對災情困難的客戶鄉 來說是不少的負擔 收付都要兩千多塊 他們拿去 小偷拿去 舊回收場 大概都只要一塊 高消兩百塊而已 造成我們鄉親很大的 這種生命安全的危險 而且也帶來一筆 我們客戶用這麼散 也造成我們一些 財政上的負擔 所以我們公授這鄉民 在這裡和船長 和鄉親密切結合以外 我也有勤勤 我們派出所 只要出來 只要順順看 不然還造成我們客戶用這麼大的危險 因為拍片一台筆拆得很傷 客戶公授的 將水狗掛該用 杜星的材質 電線對當線 將用駱駱駛做的地方來做電線 因為杜星和駱駱駱駛的地方 是不會得不好介紹 這位新聞檔卡發酷 咬風客口香 蔡鳳博德